最至關重要的一個點會是韓國瑜 重點反而不在於說韓國瑜 在這個造勢場合上講了什麼或什麼樣的經驅 而是跟過往態度的批變這件事情值得大家去關注 韓國瑜原本過去為什麼要這個椅子拉來拉去 為什麼在這個全代會上感覺也不情不願 到現在轉變在新北那場是一個關鍵 開始講說我的人 我的心都來了把對我的愛轉交給他 後來在第二個禮拜就是我們看到陶宇跟台中這兩場 開始陸陸續續表達說一個判斷 表達說請大家好好看一下韓國瑜這個人 這其實代表一個概念 現在形成一個新的鐵三角 這個鐵三角就是韓國瑜韓國瑜跟金普聰 這鐵三角這要做什麼 這在國民黨黨內 韓國瑜這套表態意思就是說 支持侯友宜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他希望這件事情發生 否則你坦白講 韓國瑜做這些動作難道跟藍白盒之間有沒有關聯性 韓國瑜從見了柯文哲PO上那張照片之後有沒有再談到這一塊的話題 很少 幾乎沒有 沒有再提到柯文哲 所以顯然韓國瑜現在唯一的 籌碼 已經all in 就是說 他認為 希望能夠讓侯友宜 往總統這條路繼續去發展 那你說這條路跟 誰的厲害關係有衝突 我直接講坦白 各位你看一下這三場 造勢場合 韓國瑜跟誰之間相敬如兵 跟誰之間完全沒有互動 跟誰之間冷冰冰 我直接講了 朱立鱗 你說的是為什麼 對不對如果說按照現在這個邏輯說對的確 朱主席一直極力的想要跟柯文哲和談 然後如同我們剛才講到的 包括立法院席次 格魁 對不對行政團隊國民黨要佔多數佔主力 一搭一唱 柯文哲說國民黨是主力 我們這邊講說國民黨要佔多數 然後包括立委席次要贏 好那我現在退回去 一個問題就好了 如果說 侯友宜沒有出現在總統選票上 請問一下對於這些泛男之責 在投票的時候 當他看到 總統大選 只有柯文哲 他立委席次會不會受到影響 會不會因為總統這樣的因素 導致我們剛才討論很多 確實有一定的泛男成員是 非侯不投 確實他們對柯文哲有漢格 這些東西就是實實在存在 這個現象 選票上如果也有侯友宜只是在副總統 對那這就是一個問題 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千惠傑講這變第二個層次問題 第一個 如果國民黨沒有自己的總統候選人 那屆時侯友宜只是作為一個副總統的身份 請問對立委選情的衝擊會有多少 再第二個 如果侯友宜覺得說那我幹嘛要當副總統 我去當我的新北市長 國民黨找另外一個人來派就好了嘛 因為各位你要注意喔 今天當副總統等於新北市長 平白無故就得丟 而且未來能不能再贏回來很難講 這是不知道的狀況 新北市是 全台灣人口最多的第一大事 你得要考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兩個層次跟狀況之下 反而是我認為啦 如果侯友宜沒有當政的反而對立委選情衝擊才會大 因為你今天投立委投總統他是 兩個是連貫性一致概念嘛 其實你不要跟我講說什麼 這個深藍支持者 泛藍支持者 正藍支持者 看到總統上沒有他 然後呢立委席次反而 選票會更多 我絕對不相信這回事 不可能 我只講白了不可能 所以為什麼韓國偉現在極力的再去 吹動侯友宜 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嘛 你再來看看韓國瑜除了吹動侯友宜之外 第二件事情做的是什麼 開始在全台灣各地 輔選搖擺州的立委 也就是在五五波第一個就11月5號的油耗 在南投 所以顯然韓國瑜認為這台至關重要的打算嘛 否則換言之你現在退一萬步 當 你今天跟柯文哲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我講白了 為什麼我說是侯含金是一體的 侯含金這個系統要的只有一種答案就是 努力的爭取 我講的不是絕對喔 是努力的爭取 讓侯友宜 能夠當政的 與此同時 在非綠陣線上大家可以大勝這個答案嘛 你從韓國瑜行進就可以看到這個道理 但換言之今天國民黨有另外一股聲音 另外一股聲音叫做是 我不管今天誰當政的 反正只要國民黨行政團隊占多數 只要國民黨立法院席次占多數 我們可以實質過半 不然我就覺得這樣叫做國民黨贏了 但我現在退回來問各位觀眾朋友 請問作為一個國民黨立場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你今天作為一個國民黨的立場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如果事先就畫出一個預設立場是 總統不一定要我們 這個還談得下去嗎 這個叫做 認輸投降 今天就像柯文哲 他即便保有空間但他也絕對說自己尋到底 他絕對也是說我自己贏面大 這是一個法則嘛 就是說即便柯文哲他有沒有可能當副仇 有啊否則他現在在談什麼 兩邊當然都有 但你今天 看起來叫做說促成藍白河的整合過程當中 往前推進 但我反過頭來問 因為我們一直 把朱立倫跟侯爾儀 放在同一個 水平線上 今天兩個人的利害關係真的是一致的嗎 對不對 今天柯文哲跟朱立倫 討論到內閣政府 聯合政府 前中後選前三階段 請問這個真的是侯爾儀 希望發生的事情嗎 所以我打那個大問號 所以我接下來就剛才千萬姐第一個問到最重要的點 就是侯爾儀到現在該怎麼 衝刺 我相信韓國瑜絕對是一個要點 同時他當然會去加強說自己 所處於的一個弱項 但我認為至關重要的點 還是在於說 這個韓國瑜的造勢他代表一個結構性關鍵性的 改變 因為你現在在藍白談判的過程當中你說侯爾儀突然要爆衝到30% 不可能 他真正 至關重要的決勝點 而是在於說 往後 極有可能 雙邊會往民調這條路去談 這個我是認同的 因為基本上來講你從民調來去談這是沒毛病的 只是在於說侯爾儀的民調該怎麼樣去贏過柯文哲 而且與此同時 這個民調現在 談著談著其實最大的爭點在於說 到底要哪幾家民調是真的要5家 還是3家 而這5家當中 侯爾儀選多少 柯文哲選多少 因為兩邊一定會選對自己有利的一方 現在市場上民調這麼多 你要找到5家支持侯爾儀的不難 你要找到5家支持柯文哲的不難 但你要找到5家兩邊都可以接受才困難 以及我們剛才討論到的四話到底要不要納入 四話今天納入他會產生一個大問題 各位 全台灣現在有3000多萬支手機 哇那怎麼辦 那有些人一個人有兩三支三四支 他沒有辦法公正客觀的 剛剛談到說 美島電子報都是全四話 但他有做一件事情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全四話 所以把青年的比重給拉高 把特定區域 比如說四話當中 比較少接觸到的族群 比重給拉高 讓他呈現跟 所謂的 現實狀況更加吻合 這也是日前我才跟 江啟成主席討論到過這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現在對於四話 他才有真正的科學依據跟標準 但是現在所謂的手機民調 不在於說不行 而是缺乏一個 在社會科學上 足以 證明量化甚至是具有客觀性的一個標準 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現在就是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回過頭來 今天藍白 最後的方法是什麼 我認為確實有可能是民調 但是這個民調的貓膩 到底能不能成 是在說到底是哪幾家 而且方法是什麼 才有辦法決定接下來的未來 所以我覺得 必須往這個方向去走 但是我最後還是要補充一點 我認為藍白會不會合 即便我剛才講了這麼多顧慮 但我基本上認為藍白是會合的 因為基於最大一致的利益考量 雙邊根本沒有可能有鬧翻的本錢 戰爭與和平到底是不是 2024選戰的主軸 我們看到總統府發言人黃崇燕 他出來講了 他說戰爭與和平選擇 是中國所設定的主題 其實他裡面提到了很多 他說 過去的總統大選都有戰爭議題的操作 但經過這幾年並沒有引發戰爭 相對之下台灣的整體經濟又更有規模了 在全球變遷高科技還有供應鏈中 台灣也取得更好的位置 中國今年初開始對台灣發動認知作戰 定調2024總統大選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這是中國設定的主題 而明年1月13號的選戰 不會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而是台灣跟全世界站在一起 訴諸戰爭恐懼 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黃崇燕話風一轉提到了馬英九 他說馬英九已經74歲了 在他的生命經驗裡 有一些 這種 相仇 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相仇 並不能夠當成國家政策 特別是一位卸任總統 所以我尊重他的相仇跟情懷 但國家不能夠用個人情懷去改變 另外呢他提到了尾巴衝突 他說 這一次你沒有看到以色列人 怪對方兵凶戰危 害青年上戰場 而是團結起來 一致對外 這對台灣來說是很好的啟示 好 黃崇燕總統府的說法 我先請教雨萱 所以台灣人想要變以色列人嗎 各位考朋友們 這是我們總統府他現在是什麼 發佈秘書長是不是 秘書長的意見 說台灣人看看以色列人是好榜樣 我們大家趕快去學以色列人 我就問你你要不要 在講什麼東西 你說馬英九叫鄉醜 反正他怎麼講他就在暗示說馬英九 這個 統派啦想要投共啦想要返鄉去大陸啦 用這種 高級酸的方式 極盡 柯薄之能事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 那你賴清德台獨了沒 台獨能夠當做國家政策嗎 台獨是負責任的做法嗎 那你為什麼現在不敢講 過去天天講 過去高級其次 所有影片都還在網路上流竄 現在怎麼說了 現在是連老美 都跟你講說不不支持台獨 賴清德敢不敢回答 不敢嘛 你這個時候還在 消費馬英九 馬英九已經卸任8年的同學 還在馬英九 還在以色列兵凶戰違 我今天跟各位講 以色列好你要講以色列 我們來談以色列 以色列以巴戰爭開戰之前有沒有任何跡象 以色列有沒有任何事件 這個哈馬斯在九月的時候就在做預言影片 以色列就是跟你一樣啊 不會戰爭啦 哈馬斯這個 小混混啦 有沒有 陸續揭露才出訊息 說 當天在這個原本高牆上的守衛 有沒有看到哈馬斯的人 反正這些小混混不成大事 有沒有跟 王朝一模模一樣樣 一模模一樣樣 就跟你講不會開戰啊 實際上真的不會嗎 當然不是 他只是因為 選票考量 要跟你講說戰爭論都假的 台灣很和平 你現在如果賴清德當選總統 第一天馬上宣佈台語 跟你講馬上就戰爭啦 開什麼玩笑 不敢講嘛為什麼美國那麼擔憂 為什麼美國一直持續在講說 希望兩岸的領導人能夠開啟對話 因為理由很簡單 這個東西叫做中國因素嗎 中國認知作戰嗎 那美國緊張什麼 美國也被認知作戰了嗎 白宮也被認知作戰了嗎 美國人是傻了嗎 當然不是嘛 因為確實有兵凶站尾的存在很可能 兩岸才急需要對話嘛 所以那我就問 巫二戰爭好了 我們講完尾巴再講巫二 巫二戰爭開打之前有任何前夕 也沒有啊 一直說打就打啊 今天為什麼美國人 表達這樣高度的疑慮跟擔憂 換言之如果老美 你民進黨最愛講的美國人 認為說兩岸之間必須要和談 請問賴清德主席 賴清德副總統 我們講 最務實 最有國家政策 最有遠觀的賴清德 你要拿什麼跟對岸談 請問 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嘛 講出來啊 你現在要拿什麼基礎去跟對岸談判嗎 你說九二共識是虛假的和平 你說兩岸一家親是虛假的和平 請問賴清德真實的和平是什麼 就被問到美國台獨內 他說我維持現狀 我蔡英文路線 維持現狀就是什麼都不做啦 那個叫做計存的事實跟結果嘛 在問你方法論 不要每天只會閃躲問題 學生問你也閃躲 你今天可以欺騙你的深律支持者 因為你害怕講說 我不只是還讀這些深律支持者 會感到傷心 會情緒受挫 但你基本上現在是不敢講 你內心就是抱持這樣想法 舉出來你的 具體兩岸論述跟例證是什麼 因為你不用跟我張宇宣交代 你也不用跟民進黨支持者交代 但你要跟一個人交代 Rosenberg 美國 他們都在看你的答案 今天這一題侯友以 柯文哲輕輕鬆鬆 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 說我就九二共識啊 雙面對話基礎啊 柯文哲說我雙城論壇兩岸一家親 過去有良好互動啊 那你賴清德唯一的互動是什麼 吃人家豆腐 我想跟習近平共進晚餐 你這個叫什麼互動啊 還被人家對岸的發言系統吐槽 說少來這一套 所以到目前為止 唯一一位有可能會造成兵凶站圍的候選人 就只有賴清德 更遑論 你現在演得說一切自己都是走 蔡英文路線 或許騙得了人 但是你如果真的當選呢 如果讓他真的當上總統呢 各位你有信心說賴清德權力來 不會像阿扁一樣 又開始胡言亂語了嗎 又往台獨路線去靠攏了嗎 然後要選舉的時候最後會像獨派倾斜嗎 他現在只是為了得到 美方的信任 為了得到蔡英文支持者選票 所以用一個最折衷的方式 只要不要太傷害獨派的感情 就能讓自己選下去 所以我講了老半天 你黃政怎麼會有資格去講這種話 敢談以巴 還有烏二戰也不講 然後去消費 馬英九說兩岸關係 你賴清德的兩岸關係 才是史上最爛 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的政策跟方向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